我上一堂课有跟你们讲哦,就是我们要学文章的部分。 好的,第一个文章就是,我要搭公车。 中文就是,我要搭公车。 항文是, 저는 버스를 타려고 해요. 我要先念哦, 저는, 저는, 버스를 타려고 해요. 好,那我们就是分开来,就是研究吧,就是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 上一堂课我们学的单子就是, bus 这个单子。 好,那 저는的意思是,很多人都知道了, 저는就是我的意思,我。 那, bus 就是公车。 我,公车,要做什么? 要搭,什么,什么, 고, 해요,意思是要的意思。 要,那,打了,打了这个意思是,打的意思哦。 上面写好了。 所以,要搭就是, 타려고 해요。 타려고 해요。 我要搭公车,这样子。 저는, 버스를 타려고 해요. 자, 있죠? 저는, 버스를 타려고 해요. 那,下一个文章就是, 请坐在椅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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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한文是, 의자에 앉으세요. 好, 의자에 앉으세요. 의자에 앉으세요. 再一次哦。 의자에 앉으세요. 의자,这个也是,上一堂课我们学的单子。 의자就是椅子的意思。 椅子已经学过的,所以我不要再写咯。 앉으세요. 앉으세요. 그래서,请坐. 所以,这个要记得, 韩国人就是要讲, 请坐,请坐, 앉으세요. 就可以요. 앉으세요. 파인就是, 앉으세요. 앉으세요. 再一次哦. 앉으세요. 앉으세요. 지치라요. 那, 最后一个文章就是, 这本是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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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文是, 就是, 이 책이 얼마예요? 얼마예요? 我相信很多台湾人, 就是, 知道了多少钱? 这个字吧。 那, 多少钱? 就是, 얼마예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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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 这本书 多少钱? 多少钱? 所以, 앉으세요. 或是, 얼마예요? 这种句型是要记得, 常用的, 就, 请坐, 앉으세요. 或是, 多少钱啊? 你们如果去韩国, 就是, 出去玩的时候, 或是, 要买东西, 那要买东西跟老板娘, 还是老板问, 这个多少钱? 是那个多少钱? 这个那个, 可能, 如果你不知道要怎么讲, 那要指定, 然后就是, 얼마예요? 얼마예요? 那就好了。 好, 那今天我们学到在这边为止哦, 那下一次我们再继续见面哦, 好, 拜拜。